十七 香港經濟日報 業界 供應增助樓價升勢 2015年7月13日要問 十股廣榮美國有望今年年底前加息 本港報入加息週期 業界人設指 息口難再短期大幅回升 加上本港的經濟基調良好 樓價仍有支持 但認為政府增加住宅供應的政策 有助舒緩樓價升勢 城大建築科技學部高級港師潘永祥指出 由於內地經濟增長放緩 加上美國也或在今年底前加息 只要政府的增加土地供應能夠持續 相信本港租金以至樓價有機會下調 但幅度仍要視乎經濟狀況及失業率等因素 經濟學者關卓照表示 本港樓價的走向最重要是信心問題 政府潛在私人住宅供應的預測 由早前的7.4萬火上至7.8萬火 但一、二手住宅市場營貧六高價成交 或多或少反映市民對政府增加供應的工作沒有信心 而現時潛在供應再多3千火至8.1萬火 市民對政府的信心會否回升 仍是未知之數 加息幅度未留價有支持對於未來供應量能否持續增加 關卓照感到樂觀 但認為政府改劃土地的過程會相當艱難 又指即使政府最終能夠順利批出土地 將來的樓盤銷售時間表 即由發展商完全控制 內方執行董事陳志興認為 現時潛在私人住宅供應量 跟政府的建屋目標相約 有關影響早已反映 反而認為加息對樓價影響更大 將直接影響業主公樓負擔及投資回報率 不過陳志興預計 即使美國能夠在年底前加息 其幅度會吹向溫和 直至各經濟數據有明顯的復甦信息為止 相信當息口回升兩利至三利時 本港樓價會有更顯著的下調壓力 但相信最快要待2018年或之後 高位環球大中華區平直及專業顧問部主管張喬楚指出 雖然近期樓市有不少撻定個案 但相信只是個別事件 未必完全跟股市波動有關 又指本港經濟基調良好 樓價因為供應量及息口上升而大跌的機會較低 一般住民arez 積楣地的消防法